第1038章 离开 林栋尴尬地穿上衣服,在轻质两人那细虐的目光中略上池边。 此时的唐信林方才微红着翘脸看向林栋,旋即他轻轻震了一下。 林栋的模样倒是没有什么变化,只是浑身的皮肤散发着淡淡的颜白之色,一对黑虫,不知是否是因为他身怀吞噬祖父的缘故,却是极为的深邃。 在与其目光对视间,就连唐信林的心神都是恍惚了一瞬,然后连忙地劈开目光,心调在此时加快了一些。 感觉到自己的这种变化,唐信林不由得有点羞恼,他这些年来,见过那种光凭外貌,就能够让一些女子心生爱慕的俊秀男子。 但他也并非是寻常女子,外貌心眼什么的,对他而言基本不会出现。 这一点从那周则处便是看得出来,后者不仅俊逸,而且本事也非同常人,但奈何对着唐信林这座诚实,兼功了数年,却依旧是只能无奈派退。 唐信林的性子本就强硬,这种女人内心无疑是相当的骄傲的,因此,在他发现自己此时竟然与林栋对视间心中产生这般情绪时,难免会有些小女儿般的羞恼。 下次再这样,我的枪可不会认人了。 为了掩饰心中的感觉,唐信林的翘脸却是崩了起来,旋即羽手一握,那火荒枪便刷为红光掠回她手中,故作冷淡地道。 林栋文有感笑,这种情况,她同样是不想出现第二次。 不过还是恭喜你了,这死盐凌迟可从未有人接过那五千道死气冲刷的。 望着林栋那尴尬的模样,唐信林不自觉地心头微软了一下,旋即明模犯着些许亮光地将钦着给看着,那眼中竟是有着些许的钦佩这色。 而在林栋觉察到唐信林眼中的这丝情绪时,竟是忍不住得有点飘飘然,只有在见识了这女孩的那种不认输的庆格后,方才能够知道,让她流露出这种情绪究竟是有着多么的困难。 我也是有些险些坚持不住了。 不过在林栋略微得意了一下后,便是恢复了正常心态。 她偏头望着那巨大的黑色瀑布,眼中有着一抹心悸之色。 先前的林栋的确是觉察出了死亡的味道。 那种感觉丝毫不若于与那狼魔将交手时的凶险。 就连现在的她都没有信心,如果再来第二次的话,是否能够从那种死亡的冲刷中继续地坚持下去? 这死言凌迟的确可怕,难怪至今为止,除了她这执拗的如同疯子一般的人之外, 从未有人敢挑战那最后一道死气冲刷。 我说,你们这两个小年轻的,真当旁边没人了不成。 而就在林栋和他一连说这话的时候,一旁却是有着细腻的声音传来。 然后两人偏头,便是见到魔罗与清智,正急促地将他被看着。 林栋刚咳了一声,唐心灵俏脸也是微红,旋即面对着魔罗,他却是没了先前面对着林栋的躲闪。 反而是横扫了他一眼,轻横道。 你在取笑的话,回头我就去闭关,严身店的事你自己去管。 唐心灵这句话显然是相当恐怖的杀戏,那魔罗脸旁上的训练笑容几乎同时的变脸般的消散而去。 然后一本正经地看向林栋,问道。 你的后遗症应该都消除了吧? 阎神店盘子太大,各种繁琐事情处理起来也是极为的麻烦。 以往魔罗还能亲自处理,不过伴随着唐心灵的逐渐接受,他也彻底地明白了何为解脱。 如果再让他来顶替的话,恐怕真是连修炼的时间都是难以具备。 在这种事情上面,就算是他是唐心灵的师父,都不得不承认,完全比不上后者。 林栋也是因为魔罗这种变化,心中暗笑了一下,璇迹点点头,手掌也是轻握,璇迹手掌轻握。 感受着体内那澎湃如大海般的原理,他唇角也是有着笑容浮现出来。 之前体内的那种虚浮之感终于是彻底地消散而去。 如今的林栋境界总算是彻底地稳固在了死玄境小城的地步,体内原理流藏之间一丝丝死气在其中悬浮着。 如同潜浮的黑龙,一旦涌出,必将会展露出猙獰面容。 如果在和他华晨徐修交手的时候,他能够有着现在的这般力量,那结果必定会不会拼得那般凄惨。 现在的林栋虽说是死玄境小城,但即便是死玄境大城当中也是难寻对手。 甚至就算是面对着那些死玄境圆满的颈尖强者,也是足以一战。 这番实力比起他刚到洛摩海的时候,也是强悍了太多太多。 死玄境圆满,不管是放在哪个超级势力当中,都绝对是长老级别的层次。 甚至类似古家、魏家等等这种不弱势力,他们的家主也就相当于这种实力罢了。 这番实力,想来就算是放在妖狱当中,也大可闯荡了。 解决掉了就好。 轻质健壮也是一笑,他的眼中有着一些欣慰之色。 想来之前林栋在死颜凌迟当中的表现,也是令得他极为的满意。 既然问题都解决了,你打算何时动身前往妖狱? 摩罗问道。 越快越好。 林栋沉吟道,之前清智和他说过,在他的感应中,小雕和小颜传送的方向是妖狱的两个方向。 而小雕在传送过去后伤势几重,毕竟在那一抹长的时候,小雕燃烧了足纹和圆门三巨头战斗。 这样的话,即便是他回了天妖雕族,必定会紧闭关修炼。 谁也不知道现在他的状态如何。 而如果小雕闭关无法出去寻找小颜的话, 而此时的后者应该是独自一个人在妖狱中闯荡,这令得林栋略有些担心。 他得尽快地找到小颜,确定他安全后,然后再和天妖雕族与小雕会合。 那便三天之后吧。 摩罗大手一挥说道。 另外,我阎神殿也有一些妖兽弟子,我会拜出一位对妖狱熟悉的弟子随你相去,这对你寻找人应该会有着很大的帮助。 林栋文言也是一喜,他对妖狱一点都不熟悉,如果有人帮忙的话,那自然是能够生去极大的麻烦。 那便这样决定吧,我和墨罗联手为你传送空间,三天之后送你去妖狱。 林栋重重点头,目光看一下外面那无尽的天空,心情微微地有些澎湃。 小雕,小颜,邓若,我们三兄弟可说好了,要一起杀回东玄狱的。 三天后,火焰城当中最为巍峨的一座山峰之巅,林栋坐在一块青石上,他抬头望着山巅处,那里隐隐间有着极端恐怖的空间波动散发出来,那时青智和墨罗在联手共建着空间传送。 林栋哥 身后突然有着悦耳的声音传来,林栋偏头,然后便是见到这些天时间不见的木铃山兴奋地跑了过来。 在他身后还紧紧地跟着木铃。 你要去妖狱啊,我也好想去。 木铃山抓着林栋的手臂,那大眼睛中满是期盼之色。 你就别想了,落魔海中还能任你任性一下,这妖狱可是绝对不能放你去的。 木铃在后面没好气得到,林栋笑着揉揉木铃山小脑袋,说道。 林栋怪,妖狱的确是危险,修炼我过去也是唯有自保。 你跟木铃前辈回去好好修炼,等以后实力变强了,我还想着等你来保护我呢。 在知道木铃山那奇特的身份后,林栋也是明白,木铃他们绝对不可能会让木铃山去妖狱闯荡,不然一旦身份暴露,那危险性实在是太高了。 木铃山苦着小脸,从木铃与林栋对待此事的态度来看,她就知道希望不大。 林栋哥,你放心吧,等下次见面,我一定会比现在强很多的,以后的话,就让我来保护你。 木铃山笑嘻嘻地道,那大眼睛中有着一些眷恋之色。 木铃走上来,她看了看林栋,笑道。 腰狱虽然凶险,不过想来我也不用提醒你干什么,能够在乐魔海中混成这般名头,就算是去了腰狱,怕也不会平反。 你这个小子在那腰狱中又能折腾出什么花样? 林栋哭笑不得,这怎么说的他跟混尸魔王一样。 当下刚欲说话,眼神突然移动,远处破风筝传来,唐七连便是掠来,而在其身后似乎还跟着一个人。 林栋目光顺着唐七连身旁望去,然后便是见到一道娇小身影。 那似乎是一名少女,她娇躯千细,无关轻利,只是她似乎有些怕生。 水盈盈的大眼睛,看了林栋一眼,便是赶忙地一开。 林栋大人,我,我叫欣秦,我是妖兽界中九尾族的人,因为青植大人说,你的朋友可能是出现在我族所在的那片区域,所以让我陪同你去寻找。 少女双手绞在一起,低头用低不可闻的声音说道, 九尾族? 林栋微正,玄机忍不住地看了一下少女的身后。 似是觉察到林栋的目光,少女小脸微红,退到唐七连的身旁,后者将她给拉住,然后刮了林栋一眼。 林栋干咳了一声,玄机冲着少女和善地点点头,说道, 辛勤姑娘,那这次就有劳你了。 辛勤是我们阎神殿阎神位的人,虽然年龄尚小, 但却已是申玄境小城,她此番为你带路,你可莫要对别人不轨,不然的话。 唐七连修长的玉手轻轻一悟,那狭长明媚的毛子中,竟是有着点点杀气涌现。 啊,我是那种人吗? 林栋苦笑。 唐七连想了想,这才展颜一笑,那笑容竟是有些妩媚。 玄机,她看着林栋,声音便柔和了许多,说道, 此行小心。 嗯,林栋点点头,突然偏头望向了山巅, 那里有着极为磅礴浩瀚的空间波动席卷开来, 一道光柱冲听而起。 林栋注视着那道光柱,许久后,方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 分身月下轻蚀,也就不再多说,挥挥手,洒脱地走向山巅。 走吧。